智能手机的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那么进一步细分人脸识别的领域 则是这项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因此我们锁定了 人脸表情识别这个细分领域 表情识别 你展开来说说 简单说呢 就是手机能识别用户的 喜怒哀乐的表情 通过数据分析来解读出 用户的情绪状态 并且预测出即将发生的用户行为 帮助用户去执行一定的手机操作 听着还不错吧 关键是运用到生活当中 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 比如 如果用户看上去比较忧郁或者难受 此时归为上司的电话 会自动挂短 又比如用户看上去比较愉快 又比如用户看上去比较愉快 或者享受的话 手机也会实时地帮着刮断 有点好意 实时地挂短电话 范思思 你点谁呢 你干脆告诉我这个系统就是为了下班时间 不接领导电话呗 岳部长你能鼓励掉吗 坐坐 哎哎哎哎